Hello大家好,这期的视频是一个近期购物分享的视频 其实我知道我最近真的是因为太久太久没有出视频了 因为我最近真的特别特别的忙 就是最近因为我马上就要毕业了 然后就是然后又要申请新的学校 然后就是整个又要搬房子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忙 所以就是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声非常的抱歉 所以我今天就想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就是大概买了一些什么东西 因为我就是现在还不确定 我之后要不要待在美国还是去别的地方 还是去哪 whatever 反正就是我还不确定我这要去哪 所以我现在就要把我整一个就是美国现住的地方全部要搬空 所以我现在就真的很控制自己不要买太多的东西 因为我真的带不回去 但是就是女生嘛,你懂的 还是就是买了小小的一些东西 所以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到底买了一些什么东西 首先是一些这个眼镜嘛 这个眼镜是来自这个Dolens他们家这个牌子 可不可以给大家看到 就是这样子的这个牌子 如果大家有兴趣还可以去看他们家的网站是一个我觉得就是蛮平价 大概就是20多到30多到左右的一些墨镜 我觉得他拿在手上就是还蛮有质感的 不太像是那种就是非常平价的墨镜的那种质量 就是这一点还蛮让我惊喜的 然后这个墨镜我自己戴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他防紫外线的功能啊 还有他的舒适感我觉得都是蛮好的 就如果你去他们家的网站看的话 我觉得就是款式也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又便宜 所以就是非常诚信的推荐给大家 然后第一副是这样子的一个就这样子的一个蛤蟆劲款式的一个眼镜 我选了一个这个就是半透明的粉红色镜片的这个给大家戴下来看一下 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现在真的不能这样反射 因为我每次只要一戴眼镜 就是映出那个我对面照的灯和我相机的这个形状 反正我就一直没有一个粉色镜片的墨镜 我一直非常非常的想要 我觉得这款就很像雷鹏他们家有一款粉色 但是就是比它便宜非常非常的多 我也觉得还挺好看的 就是夏天拿去凹造型就特别合适 然后接下来是这样的一个框架的眼镜 这个我觉得也蛮好看的 然后他们那边网站上是可以配那种防蓝光还是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斯文非常秀气的一副 就他们好像可以配那种防电脑辐射还是蓝光什么的 我觉得大家要是有兴趣可以去网站上看一下 然后接下来这两副呢就是我想送给大家的礼物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两副是什么样子 如果你要抽到奖的小伙伴不要介意 我就是给大家拿出来稍微看一下 第一副是一副这样子的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款式 我不知道镜头上能不能看出来 它其实是一个藏蓝色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然后质量也非常好 然后它这个版型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像我的这副 Gentle Monster的版型的给大家来看一下 我觉得这两副还蛮像的 所以我选了这个就是戴出去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款式 然后接下来的这副呢 我觉得就是跟Chloe有一款就是超级像的 就是戴这种双层的这个边的 然后一个圆的这个眼镜 然后我觉得也是戴上很时髦的一个款式 然后这两副墨镜呢我就会抽奖来送给大家 反正这个就算是当作我因为脱根了太久 很长时间没有拍视频向大家道歉的一个礼物好不好 如果大家想知道怎么抽奖的话呢 就是关注我的YouTube Channel 然后给我留言 或者就是你去关注我的新浪艾薄 并转发就是抽奖的那一条微博 你就可以参加抽奖了 我会在YouTube和微博各抽取一名幸运的小伙伴 然后就送出这个墨镜 还有就是关于Dolus这个网站呢 如果大家是感兴趣的话 我记得他们家是有卖眼镜墨镜 然后好像隐形眼镜和美瞳都是有的 如果大家是感兴趣的话呢 我会把他们家官网的地址放在下面的info box里面 大家是感兴趣的话记得去看一下 接下来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件T恤 我觉得超级超级超级好看 这件T恤是我看Wiki的视频 然后被种草 我觉得超级喜欢 反正就是这样白色的一件T恤 然后有一个这样非常简单的一个标识 我不知道它这个是不是Supreme 它的这个官网上写着 它是从这个LA的一些all line里面 然后买这个Supreme的这件T恤 然后在上面印上他们的 就等于算是他们的二度创作之类的吧 我觉得就是还蛮有意思的 而且穿起来很好看 然后这件info我买的是Emma 就是有一种oversize的感觉 我觉得夏天穿这种棉质的T恤 就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就是底下搭配一个legging 就可以随便出门的那种 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欢 然后我觉得它这个绿色 还有红色这种标的搭配 很像Gucci今年的T恤 但是Gucci就是很贵 大家都买不起对吧 所以我就买这个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看 然后也推荐给大家 然后说到T恤 还买了两件就是穿九宝林 他们家的就是非常基本的这个T恤 就一件黑色一件白色的 这两个应该是最近的新款吧 然后白色上面 它就不是那个传统的红色经典小桃型 这个白色上面这是一个金色的 然后黑色的这件 它上面就是有两个这种 一个红色的一个紫色 我觉得超级超级可爱 反正就是春夏季要来了 我觉得这种就是非常百搭的素色T恤 就是特别特别好配 然后他们也有两个这种 非常可爱的小桃心 作为一个点缀 就会让你的素T没有那么的单调 所以我觉得还蛮喜欢的 然后他们T恤的这个版型 是比较修身的 我买的两个我买的都是L码 就是最大码 就是我觉得我穿上就是刚刚好 就不会像这件 有种这种oversize的感觉 就是比较修身款 如果大家是想买的话 注意它这个码数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什么衣服鞋子 这个先讲完 我最近就是非常非常失心疯的 买了两双鞋子 我现在拿起来 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愧疚 我真的第一次买这么贵的鞋子 首先买的第一款是Jimmy True的这一款 然后我两双买的都是平底鞋 因为我真的是平常不会穿高跟鞋的人 所以我花这么贵的价钱买鞋子 我就一定要买我经常穿的 于是我就买了两双平底鞋 第一双来给大家打开来看一下 这双我记得我是在Night Apporter上面买的吧 好像 然后我当时是在就是它的英国站 然后就是那种反向海淘寄来美国 我记得是多少银帮我放进了 就我把信息都写在下面的信息来给大家看好不好 当时是比美国这边买要便宜 我记得还便宜蛮多的 于是就买了这双鞋子 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这一双超级超级的好看 我真的超级超级的喜欢 这款就是那个千送一的那双鞋 就是它的平底鞋的版本 我真的收到之后超级超级超级的喜欢 我觉得我现在对着相机都洋溢着一种非常愉快的心情 我现在还没有穿出去过 我只在家里试了一下 我本来对它的期望就是 肯定不会是一双穿着舒服的鞋子 但是就是穿上去之后还莫名的还蛮舒服 就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很多 然后它的码数也是非常正的 我是穿美国的36.5 然后我就正正好买的36.5 就是穿上刚刚好 一点也不大一点也不小 超级喜欢 反正我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喜欢它 我觉得对我的脚来说真的没有很难受 很假脚或很搭就都没有 我觉得是跟我的脚非常合适的一双鞋 因为我们现在这边天起来稍微有一点冷 就如果天气稍微热点 然后我穿这双鞋 我会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它就是到底好不好穿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第二双 登登登登 Rage Vivier 我真的 我现在真的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 给大家一起拆开这下这个盒子 我就是每次打开这盒子的一瞬间 我都特别特别的开心 然后它里面也是包装的非常好 它这种就是经典的防尘袋 然后这个我记得我是在哪一个网站上下的 我都有点忘记 大家记得看信息栏哦 然后这一双就是这样子的一双 太美了 我现在这个心里激动的脸 然后它是他们家经典的这个方扣的这个瓶底鞋 然后我这个颜色叫什么 好像是大象灰吧 我记得是 是今年新出的颜色吗 还是什么 我现在真的有点不太记得 但是我会把我所有详细的信息啊 价钱什么在哪买的都放在底下的info box 大家记得签一下去看 然后呢这双就是他们家非常经典的这个款式 它这款是里面稍微带一点点的内增高的 还有另外一款就是也是平底鞋 但是它根是在外面那种 我就是不太喜欢那个 然后我就觉得这双超级超级的美 然后颜色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看 然后它是比较接近于裸色的一个颜色吧 所以就是你穿上之后就会无限感觉你的脚在无限的延伸 无限的显腿长 超级的好看 然后它这双的这个颜色的这个码数是经常经常经常在断货的 我大概观望了有一个月 我觉得将近快两个月的样子 我就每天在网上刷刷刷 就是它的官网或任何的购物网上 它这双鞋都是经常在断货的 反正就是有一天我刷刷 突然发现了它有那个码数 我就立马买下来 真的超级喜欢 然后它就是全皮的一双鞋 穿上真的巨舒服 就无敌爆炸巨舒服那种感觉 我真的我觉得穿上它可以去跑马拉松 超级超级的舒服 然后我一直在网上做功课 有人说他们家的鞋是偏大半码 但是我也没有 我就是买了36.5 我穿上也是刚刚好 然后因为这两双鞋它都是真皮的鞋底 于是我就在网上买那个胶带 给它把鞋底都贴了一遍 我觉得还蛮好 就可以保护它的鞋底不受伤害 然后关于贴这个鞋底的那个胶带 我是在Amazon上买了一个叫做3M的这个牌子的 然后我觉得还蛮耐用的 就它寄来很大一卷胶带 然后我就可以贴很多很多双的鞋子 就是很便宜 我记得好像十刀左右的价钱吧 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 就是想给你的真皮的那个鞋底贴一层底的话 我就很推荐这个3M的这个胶带 好的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就是美妆护肤类的东西 首先我在Tatcha的官网下了一单 我当下单的时候就是他们满多少多少钱 好像可以送一瓶正妆的美白的精华 于是我就凑了一个单下了一个单 然后首先是买了一个他们家的这个Water Cream 就是非常明星的产品了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是多大的 就是50毫升的这个 我觉得就是包装超级超级的好看 就是一看就感觉超级美 然后我这个大概是用了大概有三四天的样子 我超级超级的喜欢 它质地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容易被吸收的那种质地 我一般会在早上的时候用这个 我觉得就是它擦完脸之后有一种滑滑的感觉 感觉就是对我后续的上妆会有所帮助 我真的超级超级喜欢这一款 接下来还买了一个他们家的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这个喷雾 我一直没有用过这个 但是大家都说口碑非常非常的好 于是我就买了一个 它这个应该是它的正妆吧 长这么大 这个我还没有用过 然后这个我就是试着用一下好不好用 然后再推荐给大家 然后接下来也是一个喷雾 就是跟刚才那款是一模一样 当时我买了一个travel size 然后我想出去玩或者旅游 就是或者我这次回国的飞机上 我就可以带一只就是保湿喷雾这样来用 这个mini size超级超级可爱的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他们赠送的这个 满多少赠送的这个 他们家也是一个明星产品吧 就是他们家的美白精华 我真的还没有用 我就是最近到了大姨妈期间 我就不太用美白的产品 反正就想等这段时间过去之后 脸部就是吸收能力稍微强一点之后 再用这个美白的这种产品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我觉得还蛮划算的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好像可能应该没有了吧 就是大家记得经常刷一刷 省钱快报 就是如果你要是看到他们官网 再会有这种送的话 我觉得就是这个还蛮划算的 接下来最后两个关于彩妆方面的东西 一个是这个Tom Ford这个眼影膏 这个我大概 我觉得好像两年前 还是几年前他就出了吧 他出的时候我就很想买 但是太贵了 我平常出门是不怎么画眼影的人 尤其是而且我接了睫毛之后 我就更加不画眼影了 但是我一直非常非常想要这个东西 想要非常久 然后也是有一天在哪个上面 他打了一个八折还是八五折 于是我就把它买回来了 就是他这个大名鼎鼎的 Golden Peach这个颜色 底下就是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底下是他的这种眼影膏 是一个带金闪的 然后粉调的一个眼影膏 然后这个盖子盖上 就是从上面打开 其实就是一个他们家 Tom Ford他们家非常经典的这个闪粉 其实我买回来的时候 我就是对这个闪粉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但是用上眼了之后 我觉得眼影膏的质地 比这个闪粉好像更好 给大家来看一下 我今天这个眼妆 就是拿这个眼影膏来画的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反正就是这样 我觉得是给人一种 还蛮温柔的感觉的吧 我还挺喜欢的 然后我觉得它这个持久度也蛮好的 一般我是就是早上出去 然后晚上可能六七点回来 就可以坚持一整天 然后它的闪粉一直都在我的眼睛上 你让我推不推荐它呢 其实我觉得确实好像这个价钱 对于一个眼影膏来说 真的是有一点贵了 但它的妆效我又非常的喜欢 而且它就是就一块儿 你就可以整个把你的眼妆都搞定 我觉得见仁见智吧 如果你要是真的非常喜欢的话 等它打折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买 接下来最后一个产品 是一个唇布的产品 是YSL他们家的这个磨砂管系列的 这个雾面唇又终于买到了 这是大名鼎鼎的16号色 给大家试一下色吧 他们家这个质地我真的超喜欢 但这个味道我就是不是很喜欢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他们的那个 就是银管的新出的那个带小嘴巴的那个 我觉得那个味道超级好玩 但这个我就觉得味道一般般很假 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非常粉嫩 非常适合春夏的一个颜色 擦在嘴上就是超级无敌的美 就是跟我的唇色融合的特别特别的好 我最近真的开始喜欢上一些 就是比较粉嫩的小女生的颜色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擦了之后很显嫩 我超级超级的喜欢 然后它上嘴了不会干 不会起皮 就质地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我真的太推荐大家 然后这个颜色真的是 任何人擦上都会特别特别好看的一个颜色 所以真心的超级推荐给大家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视频 录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要喜欢我这些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点一个赞 如果你要喜欢我这个人的话 记得关注我的所有social media 然后我会经常发我的一些动态 在我的微博和instagram上面 大家记得去follow我 还有就是大家不要忘了 记得去参加这次的抽奖活动 然后如果你要是幸运的话 就可以抽到墨镜啦 好吧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我们就下一支视频再见吧 拜拜